纪念黄念祖老居士,往生三十二周年,黄念祖居士开始亲文记,一无量寿经大教缘起,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黄念祖居士讲授于北京联社,第八集 我们取作这经很全面,大家肯定在这上面做的功德,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因缘 所以皆因此问而得独托,这个阶根就把咱们都包固在里头 我们今天,救星人阿难当时有这一问 所以我们也得独托 我们要献起阿难这一问 这是这个缘起 大家现在已经很深入了,都在读,都在念 还有种种不同的读 不管怎么样,都至少是读善根的 至少是旧结语 这就该肯定下来,不可思议 那么如果真正体会了如来的意思 跟如来的心意相接 那这个就是无限纳了 说圆人修一天,等于佛徒人修一结 圆人者就是咱们这样的人 从这圆人,你的见解是圆的,就成为圆人 圆人他修一心一天,等于那个不原的人修行一结 那么长时间,那个大石头都磨完了 这个一个是有限,一个是无限纳 好,希望大家都会成纳 都是很深入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这个,讲讲英国了,报应了 所以有很多东西 路手还不是很能一下子就十分明白 我们当时当年在我们的天师那里 他有一句话几十年之后才明白 我这是很正常的 让你不要发愁 早晚会明白 你哥在心里挺多的,这句话我不是不明白 一种就目前,看着书看跟有关的注意一下 或者有的时候他讨论讨论,有记过我们人 这你就没有这些机缘,你就是自己这么修下去 不管你是看经也罢,念法也罢,用哪个玩法也罢 久而久之 我们常常这样说 他一开始说,以前我都没看一样 就是以前所理解的那个太浅了 现在有点印象都没有,都没太一样 这个从看心 这原音法是讲能延的,讲了一百多遍 我大概有很多时候就原音法是讲的 他自己说的 我没讲一次有一次的收获 佛法是无尽上的 但佛法不亏人 你今天为什么有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收获 是从你过去辛苦来的 没有过去,没有今天 你今天到了这一步,来一天一天 哎呦,我又跟心坦一样,你今天是白干了吗 你那我跟心坦一样,那个境界 由于你今天努力,还有后来,还有以后那一招 所以大家就讲,我们不能希望一口吃一顿吃不吃吃吃吃吃一多酒吃 但是就说,总之都能听一个都听一个都听一个都 早晚都要 其实是产生作用的 因为我们明年讲的这个粗糙的头一端 那是极重要极重要的 那么就是可能很痛,可能好得更恍恍恍恍恍 别的叫,都是真主 我们是真主的奴隶 为真主而战,为真主流血而胜战 使上帝闯造一切 我们是破贵劲儿 可怜的属生 佛教不怎么说 上帝制造万物,谁制造上帝 不公平 佛教的就是说,上帝制造我,我知道上帝 是不是很均衡 谁制造上帝,我知道上帝 你他就要制造我,我就制造他 我这个大我都是不可思议的 这两个子讲的,是主要所讲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是这时间就没有了 那么在这个第三次第四次 大家可以提问 我可以提问,好人,内将 人家说 最后没吃过,大家就 告别了 三十而立 三十岁 就能有所能站得起来了 四十而不祸 四十岁,没有疑惑了 五十而是天明 不知道整个的就是讲天明如何 未来如何,总统的情报自然的 六十二分 六十二分 耳朵 听见什么都生 你骂我我也生 一切这个,什么生啊 赞啊,什么这个八户都陪不动它了 其实总是能够一复一复 这个不是我们一上来就要重够够一复 就这个道理 至中和,至中和是什么就是和呢 反而自然终结 修饰好的人他不用安排 自然而然他都是 所以我在跟他谈话啊,什么时候见面啊 有人听他们说他很大的喜患 因为他这所说,恰恰好好 就是气离气惊 你要做好多准备,想出来的时候 讲给讲稿的东西 那个他究竟是人为的了 我那个禅主,我就说 就拜访某个禅师 那个禅师喝着浆了 我看他来的那个主人呢 就拿着个汉水 照顾他,他就开悟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这个都是这个 那其中,只要站在这边说话也没说 但是那个就开悟了 他来了,他不到那去了 他的目的不过就是问法吗 他这解决问题就走了 哈哈哈哈 哇,很文章,来说一下 多谢,多谢大家 感恩,TTSMaker 免费文字转语音网站的无私奉献 感恩东北口音提供者大林 功德无量 有情无情西街成佛 纪念黄念祖老居士往生32周年